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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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呢 就代表吃美食的時間又到了 所以今天我們先爬個樓梯 因為我們剛剛搭乘捷運道站喔 新開通的信義線上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優質店家 是我們今天要帶你去尋寶的地方 而且第一站我們就來到的是 大安森林公園站 吃飽的時候還可以逛一下公園 不錯的環保運動吧 今天就跟著我們腳步 一起出發吧 這邊要正式來介紹一下我身邊的是 阿民師 你好 早安 早安 你一手創立了這個地方 它是 是 我們沒有看過這樣的概念 為什麼當初會想說 我要把鐵板燒結合泰式料理 對口味上來講 我們希望創造出 每一種鐵板燒的口味的特色 我們就想說 在台灣的話 泰國的美食也是很流行的 我們就把泰國菜搬到鐵板燒 上去做 把它的特色部分做到經典 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師傅在做的時候 很多的部分你會覺得 它結合了那個視覺效果 讓鐵板燒的過程 好像是一個秀一樣 然後你們運用了很多 不只是傳統的 只是鐵板的器具 譬如說你們會用蒸的 會用鑄鐵鍋 或是像剛剛看到那個很炫的 又燻的 這樣分子料理的概念 為什麼會結合了 這麼多種計畫在裡面 因為鐵板燒 本來就是那個 Open Kitchen的代表 然後它又像 在你們家烹調大廚 給你享用的你的家人這樣 所以我們就用各種不同的 視覺的行銷不穩的話 然後展現它的口味 組合 變化 大概做這樣子的概念 鐵板燒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師傅 現場料理每一道菜窯時 全然透明化的過程 而鐵板達人阿明師 更憑藉自己多年的經驗 在這個結合 泰式鐵板燒新型態的菜色裡 融合了更加多元的料理技法喔 接著就讓我們流著口水 欣賞師傅的華麗料理秀吧 阿明師 我們今天第一道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請師傅做第一道的是 香油製沙朗 它現在先幫你做取油的動作 然後它燒油的部分的時候 會經過香草素 泰式香料 它綁在底下 然後讓高溫的油下來的時候 是呈現很香的香氣 所以它現在下面的那一塊 我們看到它在燒的那一塊 是沙朗油嗎 對 它本來就是沙朗的 旁邊的油脂的部分 它是取油 等一下燒下來有直接用香油 去煎瘦肉的部分就可以了 這樣的做法很新鮮耶 牛油萃取得差不多之後 先把帶筋的牛肉串 放在鐵板上頭煎 另一頭再把炙燒出來的牛油 倒在鐵板上頭 高溫來香煎這一塊 超厚的燒朗牛排 這裡的牛肉選用的是 油花分布均勻的 Prime等級美國牛 一般麵食你看看 這漂亮的焦熟度 是要叫人怎麼受得了啊 我牛排要五分熟就好喔 第一道菜完成了 好香喔 可是啊 您是其實這一道菜 也有一個吃法 對 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吃法 我們每一道菜都有一個 很特別的吃法 那這一道菜應該要怎麼正確來品嘗 上現在因為它剛剛有用 那個油的炙燒香氣出來煎 所以它本身就原味吃的話 它有一定的那個感覺 對 然後你可以選擇用 沾醬汁的可以 沾醬料 對 你也可以選擇 沾旁邊它的 我們那個特調的 好香喔 對 它感覺把那個牛油的香氣 全部都鎖在裡頭 對 因為我們剛剛用那個牛油 炙燒出來的油去煎對不對 對 所以它原味其實就 那個肉味的那個香甜味 非常的足夠 醬汁的部分它裡面有蔥 芝麻 所以你不要用沾的而已 你放下去的時候 把芝麻跟蔥 醬汁一起吃 夾起來 對 這樣才有泰式的感覺 所以要像這樣子有蔥 有芝麻 然後它裡面是有一點 看起來像是有一點泰式酸辣的 這樣子嗎 這個是 而且你吃蔥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說 那個蔥好像有點嗆 辣那種感覺 它裡面有紅蔥頭 而且它非常的清爽 因為它的那個檸檬香氣很足 再吃一口香煎牛筋佐香料鹽 混合了香茅 昆布 以及海鹽的香料鹽 帶出了牛肉的油脂香甜 不同一嫩口的沙朗 這煎熟的牛筋吃起來 是攪感十足 讓你一份主菜裡頭 就可以吃到兩種不同的肉感耶 這邊做出來的這一道 它是一個咖哩 咖哩蟹 其實像是泰國菜裡面 很經典的一個菜色 是 泰國菜有一個咖哩炒蟹 用熱炒的概念 可是它是用油爆的部分 我們是用蒸的部分比較 不會那麼油 而且做成兩道的手法 就是說蟹殼裡面 我們有塞了很多的蝦肉在裡頭 你說這一個嗎 對… 像一個蟹飽的概念 對… 我們把它翻過來看 它是一個蟹飽的概念 它裡面是塞了蝦肉在裡頭 對 好 這個要怎麼吃它 這個是特別搭配麵包吃 麵包 然後把裡面的蝦泥的部分挖起來 把它挖起來 對 然後把麵包扒開 我這邊先把一個麵包來扒開 然後扒開 好 然後把蟹肉 把蝦肉 蝦肉夾進去裡頭 這樣子嗎 對 像吃漢堡的概念這樣子吃法 它麵包上下煎過之後 非常的脆 對 然後裡面是軟的 然後再加上裡頭的蝦肉 它是緊實但是很滑口 是 然後醬汁有一點微辣的感覺 你會覺得吃下去好開胃 另外我們來看到 下面的螃蟹是用什麼鞋 它是選用日本的 他們的學名叫 左肚蟹 左肚蟹 所以它就是用剛剛那個SPA 然後來去蒸的這個方式 對不對 很好播 你這樣吃是比較秀情一點 連年輕人在吃的時候就好嗎 那大口就咬下去了 好鮮喔 因為它是用蒸的 所以它的那個蟹肉的那個汁 還有它的鮮度完全沒有跑掉 都鎖在裡頭 下層擺了檸檬葉 南薑和香茅等泰式香料 上頭再用水域熏蒸SPA的方式 來蒸煮螃蟹 等待蝦肉露完之後 是剛剛好的鮮嫩熟度 而香煎過後的蝦肉蟹飽 再一起用咖哩醬汁來繪煮 起鍋前淋上蛋汁煮到半熟 這個微辣咖哩氣息的蝦冰蟹醬 是完全了征服我的胃口了 海鮮都還來不及吃完耶 師傅華麗的烹調技法 馬上又登場了 這一次可是分子料理的煙燻技法 要讓水晶球裡的松板豬 美味大變身 接下來的這一道 它其實剛剛就是用一個 很炫技的方式對不對 然後雖然說它端上桌很樸實 它的擺盤相對看起來很樸實 但是我跟你講 它的滋味非常的不同反響 我們先來吃原味看看 它帶有一點Q勁 很脆 脆的Q勁是剛剛師傅切法的問題 他把它切成有一點點厚實 感到你有那個嚼勁 而且我覺得它吃下去的那個 它的煙燻味是非常立即 然後非常的強烈的 對 就是剛把那個香茅葉燃燒之後的 那個煙 全部都鎖在那個肉質裡頭耶 然後第二口呢 我們要來沾這旁邊的這個醬 它其實就賦予了它泰式的元素 在這裡頭對不對 而且你要連那個蔥啊 芝麻一起吃 連蔥花一起夾起來 對 這樣它的煙燻的味道 又另外一種層次的感覺 醬的吃法像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菜色 對 因為加了這個下去之後 其實那個煙燻的那個 本來很強的那個味道 是 降低了一點 還要降低一點 可是它這個醬料 其實它有點微酸微辣 然後甜甜的 帶出了它的清爽度 用生菜包著捲起來吃 又是一種鮮爽脆的新吃法 在這裡鐵板料理 顛覆了以往的概念 創造了許多美味的新可能 而且來這裡吃 絕對不怕吃不飽喔 有泰式肉燥之稱的鐵板打拋豬肉 配上泰國茉莉香米飯 在這裡是採 無限量吃到飽的供應方式耶 炒香了番茄的酸甜 以及九層塔香氣 還帶著微辣的打拋豬肉一起入口 許多人光是白飯 就爬了好幾碗喔 吃泰式料理其實飯後 一定要來個甜點對不對 可是我們這邊其實甜點 有其中一個選擇是 你也可以選擇鐵板料理當中 特有的泰式甜點 這是特別用鐵板去做出來的甜點 一般泰式的甜點的話 就國人不外乎是磨磨磨磨磨磨 對啊 因為那是剉柄嘛 我們把它做成這樣子 所以這邊有一個 這個專屬於鐵板料理的選擇 就是香蕉煎餅 而且上頭的這個零醬 其實它不只是這個 一般單純的煉乳而已喔 我們看到還有一點綠色的 看起來像是青草的葉子 那是薄荷葉 薄荷葉 那是薄荷葉 所以要增加它的清爽度 對 它裡面包的香蕉都是 現剝的 現切 包進去的香蕉 台灣香蕉就很香 我覺得它的餅皮非常的鬆軟 然後邊邊其實煎到 有點焦脆焦脆的感覺 中間的香蕉 很香 因為它很新鮮 然後所以整個香蕉的香氣 非常的濃郁 而且吃起來QQ軟軟的感覺 然後上面的煉乳 因為加了薄荷葉 所以你覺得吃起來 有涼涼的感覺 然後不會覺得很甜膩 不會… 這個甜點好好吃喔 這一頓下來 除了飽足的肚皮 還豐富的料理視野 為了最佳口譽耶 好滿足喔 距離捷運安和站 步行三分鐘的距離 採光極好的白色玻璃屋裡頭 滿滿的咖啡飄香 會集世界各地的精品咖啡 在這裡都可以找得到喔 其實搭乘捷運的信義縣 在這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找到一個 滿滿都是咖啡香的地方 而且跟以往 你我早上只是喝一杯咖啡 提神的那個經驗 絕對是不一樣的體驗喔 帶我身邊先來歡迎店長 Chanel你好 你好 這邊是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咖啡店 對 我們這邊主要是 以精品咖啡豆為主的咖啡店 然後我們的豆子的種類 有來自於世界各地 主要的咖啡地帶的 大概有九成 所以種類有時候 將近會有到三十種的國家 精品咖啡的概念 是跟我們一般喝的那種咖啡 不一樣嗎 對 因為精品咖啡 特別咖啡這個概念裡面 其實它是一個 Anna Knudsen這個老太太 她今年是92歲了 她是在1974年的時候 提倡這個概念 就是特別咖啡 它主要是你可以喝到這個的 風土條件 地形 氣候 會影響到北咖啡的風味 就很像你在喝紅白酒一樣 它會因為區域上的不一樣 它的表現 香氣也會不一樣 在國際上 人稱咖啡造母的Erna奶奶 曾經說過一句名言 粥魚咖啡最原始的原味 是我喝咖啡的左右名 所以經過Erna認證的精品咖啡 都是符合咖啡產區特有地理氣候 香味蘊含的產地精品 要讓大家能夠品嘗到 最真實的咖啡滋味喔 所以在我面前就是一次 它是一個Set三杯的量 對 三小杯的量 所以我不用分別點三杯的單品 對 你等於是點一個 很像一個咖啡組合 然後就讓你一次品嘗到三個國家 對 可是為什麼我們前面 這個是還沒有煮的 這個咖啡粉淹沒好的對不對 為什麼要咖啡粉先上 然後讓大家可以 是讓它可以看得到它的顆粒嗎 最主要是第一個 像我們剛才講的 因為我們進的是Erna的品牌 所以我們用它的概念裡面 前面有一個 就是所謂的乾香的聞香 讓你一個去 第一個就開始享受它了 再來你就可以開始享受它的風味 跟它的新鮮度 你就可以透過前段的聞香 我再做一個示範給你看 像妳這樣聞對不對 但是透過我比較大動作的晃動 它的香濃郁度又不一樣 整個都散發出來了 等於是我透過我們去把它撥動它 它的香氣的釋放就會表現得更多 足以品聞 現磨咖啡乾香氣息的動作 就像是喚醒嗅覺一樣 透過氣味先跟待會兒的咖啡 來個另類的親密接觸 而且聞香的同時 就可以明顯地感受到 來自不同產區的豆子 展現出的獨特氣味呈現 透過沖煮完之後 你就開始是味覺 口腔裡面去試 你把它就類似像在試茶一樣 或者像試紅酒 入口的時候 因為這個很燙 所以你喝的時候 前面是先稍微小酌一小口 一入口吞下去之後 你慢慢地等它一下 你會發現嘴巴兩角 會開始有一點點的酸了 但是後段會開始會回甘 因為它的苦跟因為它的酸 其實表現上面還滿平衡的 所以它進去的時候 你反而會喝到一個乾唇味 對 好 這個是第一個哥斯大利家的咖啡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來循序漸進 它一入口感覺 可能酸就會比剛才來得明顯了 有耶 然後你會發現 舌頭前端的那種甘甜度表現 會比較明顯一點 它整個的味道 會讓你剛才那種很柔順的感覺 有沒有 它就變得很突出 對 可是我覺得它的那個 酸甜味很明顯 很像加了某種那種水果的風味 在這個咖啡裡面 你這樣喝完會覺得 有一點很像那種 就是糖糖荔枝蜜地瓜的那種 的甘甜的蜜味 你再吃吃看另外一個 好 再試試看 印度的麻辣芭 而且這個顏色色澤其實也最深 對 比較深一點 它很入口是苦 這個跟聞起來的那個味道 真的也是非常強的那個感覺 可是我覺得它的酸味也不明顯 對 它幾乎沒有酸 這樣子一次三種不同的咖啡 不同的產地喝下來 其實你很快就可以找出你喜歡 對 我覺得三個裡面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非洲的這個 你…你… 喜歡什麼樣的產地咖啡呢 來這裡試試 一定找得到答案的 品味完咖啡之後 換上藍帶主廚的清料理登場 來這裡可以找到 許多不同於一般餐點的 風味巧思喔 品嘗完咖啡之後 接著我們要來看看 這邊的餐點其實也都是 適合搭配咖啡的一個設計對不對 應該說我們這個餐點 主要是搭配說 我們ERNA這個概念是 它非常講究就是就地食材 然後自然 不要外在加一些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清食的部分 會發現是用台灣當季的食材 然後就是我們就是用很簡單 味道不要太重去影響到咖啡的風味 很簡單的清食 你在餐點裡面會發現一些 主廚的小驚喜在裡頭 對 因為我們原本就有一個溫沙拉 因為現在冬天的秋冬的季節 菇類很多 所以我們像譬如現在季節性 有多了一個就是雙菇沙拉 所謂的雙菇就是我們用兩種的菇類 一個是大的這一個是 新鮮大的那一種鮮菇 對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蘑菇 我們有去加一些香料奶油去拌炒 所以它的香氣很棒 你看到上面的點點的部分是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少聽到就是 梨麥 梨麥是一個藍美洲的一種古類 他們在藍美洲映家文化裡面 他們稱為這個叫做 所以我們會有搭一點點在這個沙拉裡面 就是你除了吃就是好吃以外還健康 我們搭配的是一個 我們自己做的一個檸檬迷迭香的風味 的一個油醋 所以它酸酸甜甜的 我覺得那個你剛剛說的麥 什麼麥 梨麥 梨麥 它吃起來有一點像是小米 對 小米的那個感覺 咬起來然後它有一點QQ脆脆的 加入豐富營養價值的梨麥 是主廚讓這一道沙拉 健康均衡的小巧思 而現炒多汁的蘑菇 鮮香菇鋪在生菜上頭 除了增加香氣 這熱度也讓沙拉吃起來不再冰冷 而是溫勝好入口呢 第二份新食呢 我們先來看看 看似是簡單的三明治的方式 可是其實它夾進去的餡料 主廚也有特別的精心挑選 然後搭配過 沒有錯 因為像譬如一般 這個長得大家看起來像漢堡 但一般的漢堡的麵包 其實就是大家一般看的那種白麵包 可是我們用的是法國麵包的麵糰 做成的麵包 除了讓你吃這一個的漢堡 是很有飽足感以外 是口感上面很有嚼勁 所以它上面是脆脆的脆皮 對 第一層看到的是 然後再來這一層是 這個是 對 的火腿對不對 對 然後白色的嗎 白色的話是 整塊夾進去 對 然後下面那一層的話 是日本的圓茄 對 它在底層的話是番茄 但是最底層它有一個最精華的東西 叫做鷹眼豆泥這個的醬 因為一般可能 大家對漢堡頂多就是土美乃滋 就是油油膩膩的 可是我們用的是一個地中海 它很常做的一種料理 一種鷹眼豆泥 最主要的這個泥呢 它的兩個成分就是鷹眼豆跟芝麻醬 我們先來品嘗看看 不過吃到圓茄了 飽水度非常的夠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醬汁 跟醬汁中間 其實它呈現了一個清爽的感覺 就是沒有像一般的麵包抹醬 奶油 美乃滋來得這麼的厚重 對 然後下面的那個鷹嘴豆泥 我覺得它吃起來 有一點帶著微微的甜度 然後芝麻的香氣 除了清咸食之外 這裡當然也有各式的手工甜點 讓顧客能夠搭配單品咖啡 一同享用 Chanel特別推薦我這一款 產自印尼的爪哇拉拉 咖啡入口 有著豐富水果風味 以及莓果香氣 是很適合搭配接下來的甜點喔 Chanel覺得咖啡 其實很適合配的一個東西 就是甜點對不對 對 所以這邊的甜點 其實也可以找得到 很多不一樣 不同於外面一般大眾化的甜點 對 像你現在吃的這個是 我們的主廚市場 就是不是定期有的 今天的這一個的話 是西洋香草卡士達塔 我們用的是現在季節的西洋梨 一般西洋梨單吃其實比較沒有味道 所以我們做成一個把它做成 有熬煮過焦糖 那中間的部分的話是 我們用的 這一層對不對 我們用的是來自於馬達加斯加島的 那個新鮮的香草夾 去做的卡士達 然後底層的話 我們用的是 產區的72%的巧克力豆 去融的巧克力 然後底層的塔皮 我們因為也是說不要大家 通常大家對塔皮就是覺得 又油又膩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很清爽 然後用好的法國的奶油 去做著酥皮的塔皮 我覺得它的那個 一整一整的風味 雖然是融合在一起 可是巧克力有巧克力的濃醇 然後卡士達的餡是綿密 然後帶一點乳香的 然後上面的西洋梨 我覺得它有一點酸酸甜甜的 而且雖然熬煮過後 它還是可以吃得到那個纖維 有點脆脆的感覺 對 沒錯 另外還有一道 Menu上找不到的主廚私藏明星甜點 是這一道提拉米蘇 用店內的精品咖啡豆 結合Mascarbron Cheese 以及西西里 Masala酒所製成 入口即化的細緻口感 有著綿長的咖啡 以及酒香餘韻 每日限量供應喔 你也想要感受精品咖啡的 真實香氣嗎 來這裡進行一場美好的氣味相遇吧 新一線周邊的美食店家 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只有一集的時間 我們介紹不完啦 不如找個假日不開車 跳上捷運 你也幫我們一起啟動 美食雷達找找吧 點心PapaGo 我們下週見囉